我們來看看OneNote可以用哪些教材類型 來 我先問一下老師 以前我們可能有一段時間在推所謂的教材數位化 老師有沒有印象 你記得你那段時間都在做什麼數位化 就是把教材變網頁叫教材數位化不是嗎 突然每個老師都變成網頁設計專家有沒有 但是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你握著你的office也是一種數位教材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最大問題是轉成網頁之後 很多格式都跑掉了才是長 明明你已經弄好了 結果轉成那個不OK 那其實您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 第一個影片 影片的 影片可不可以很輕鬆就放到我們的玩弄裡面 當然可以 那您剛剛有體驗過的可不可以做筆記 可以嘛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子 這是第一種的 第一種的 那如果你在看了這個過程 糟糕 剛剛謊神了 倒退10秒鐘 有沒有就馬上跳回去10秒 再往前 再往前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不用用他的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是玩弄蠻貼心的 那在這裡就是您可以用所謂的 單純的文字筆記 其實他也有所謂的手寫筆記 也有手寫筆記 不過老師如果您用訪客的話 沒辦法用手寫筆記 就是一定要標準的帳號注射才行 而且呢他需要安裝一個 這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才行 那這個擴充工具安裝之後 他會自動把我們的畫面拍下來 您就有剛剛我們那個塗鴉題的那些工具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用畫的 好像畫筆記畫重點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第一種影片題很常見的 再來網頁題 網頁的這種教材類型 不對這是那個抱歉 這個是那個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的 所以您如果有檔案放在Google上面 就是我們直接像我剛剛一樣 有沒有在雲端一碟直接新增一個 這些文件都可以擺在OneNote裡面 好都可以擺在OneNote裡面 那還有沒有別的當然有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 這個是剛剛是Google的文件 這個是什麼 Google的另外一個 剛剛那個是對Google文件 那Google文件有兩種呈現方法 剛剛那一種是你可以做互動的 你看我在這邊有沒有大綱 你看點下去有沒有直接跳到我要的位置 還是老師要做網頁 我們Office裡面不是有類似一個叫書籤嗎 就是類似的概念 如果您的重點就放在這個文件裡面 你就點一下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跳下來了 對不對 這種是有互動式的 那剛剛第二種的 這個就沒有互動式的 就純粹是就是一頁一頁繼續剪下去的 好繼續剪下去的 另外呢我們來看看這裡 Google簡報的部分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Google上面的簡報也是OK 好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有沒有就可以直接跳 看你要跳哪一頁 好這樣子 好 再來呢我們往下看 這個 我們今天有沒有看互動白板 有對不對 那個也可以放在我們的教材裡面 這樣你了解了嗎 對不對 也可以成為有教材裡面 只是我剛剛是把它放在外面這樣 讓各位直接在外面直接打開 那另外呢 PDF 我相信大家偶爾也會用到 對不對 PDF的 所以你PDF放進去之後 一樣的 是不是內容都可以看得到 反正只要是你的是電子檔 幾乎 只要雲端硬碟看得到的 雲端硬碟是可以預覽很多種格式 包括壓縮檔啊 然後一般的那個文件 Office文件都一樣 您看下面這個就PPT的 有沒有 簡報 您最常 可能老師一般上課最常用的就是簡報 所以 也是一樣都放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就是說 雲端硬碟它不是百分之百都相容 比如說你有用到什麼文字藝術師啊 還是一些比較特殊的那個動畫的部分 可能這邊就呈現不出來 但是大多數就是比較基本的 沒有問題 另外像Word檔案 有沒有可能老師也有Word檔案 有 對不對 那它進來不是直接下載 像很多數位學平台的做法 就是 你有附件 然後按一下就下載到同學 電腦裡面 然後再來開 這樣子它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那這個是一個Word檔 它一樣 不需要下載 直接點進來就可以看 點進來就可以看了 所以這個是Word檔案 比較特殊的 那另外像這些都是 這個是簡報的 連到網頁上的 這個是雲端硬碟的 雲端硬碟的 雲端硬碟資料夾的內容 雲端硬碟也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老師 點進來之後 他要看哪一段影片 點一下 他就會在雲端硬碟上 把影片打開 因為有些老師 他畢竟不見得很喜歡 把自己的影片放在YouTube上 比如說你覺得 這個我放在雲端硬碟 給同學看就好 因為YouTube比較容易被找到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放在雲端硬碟上 因為雲端硬碟也支援影片 也支援影片 甚至字幕也可以加進去 只是它沒有那麼完整的 YouTube功能 另外呢 我問一下老師 有沒有用過協助平台 Google的協助平台 可能比較少用到 其實協助平台 也可以放到OneNote裡面來 那像我自己在學校的這裡 你如果不想要把它開在 OneNote的這個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興奮頁 這樣就可以把它的網址 獨立打開 可以獨立打開 像這個是我在學校的課程 安排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都會有像這樣子 第幾週第幾週要上什麼內容 對不對 可是如果只有這樣子還不夠 我還會把 學校我們要上的課程內容 我做什麼範例 我就點給他 都在上面 他可以直接看到我們上課做的內容 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如果覺得這樣還不夠 我還可以給他看上課錄影片 不是只有今年的 前幾年都可以 他點進去 比如說 如果看今年的 點進來 哪一週哪一個班級 哪一週上什麼內容 有沒有都很清楚 因為我上課一樣都會做錄影 這樣 他們如果沒有來上課請假 應該也知道去哪補課 同學不用找我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放東西 其實很多都放在上面了 那剛剛老師有在問說 那個空間的問題 就是 如果 學校這邊已經申請了 Google網域代管信項的話 您剛剛看到那個空間 這個空間 它的空間就是無限的 就是雲端力連上的空間是無限的 那您就不用擔心說 您會不會放太多資料在上面 其實它是一個 雲端連上是一個蠻好做的 教材整理的地方 當然我還是建議老師 您如果有需要 還是可以整理一份在自己 電腦裡面 可是 上面多一個備份 這樣是不是也稍微按輕一點 對不對 所以您看 在OneNote裡面 有沒有這麼多教材類型 您可以 幾乎可以說 用你原本的什麼 教材 傳上去 大部分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正 所以就可以馬上用了 這個是 OneNote在教材類型的部分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的